小姑娘的一个 最让金融市长林友昌担心的小姑娘小吃店群聚案持续延烧 除了金水湾小吃店外 林友昌5月27号上午证实 包括新水湾及快乐城两家小吃店也被锁定 由于部分店家负责人有重叠情况 人员流动频繁 因此扩大追查匡列这几家小吃店工作人员及接触者 小姑娘小吃店 我们已经从一间 然后我们已经目前扩大成是锁定四间 所以目前除了框定小姑娘小吃店之外 另外就是金水湾小吃店 另外就是新水湾小吃店 还有最后就是快乐城小吃部 那这些都是有一些地缘上的一些关系 下午中央CDC公布 即用新增15例本土确诊及两例校正回归后 小姑娘小吃店案中 确诊者已经达到15人 其中老板娘一家10人更全数确诊 案6214这是40多岁的一个女性 那她是案5206的妻子的弟媳 那现在也正在疫调当中 这个是跟小姑娘小吃店群聚有关的案例 另外是6215是30多岁的男性 是案5206的儿子 这也是小姑娘小吃店群聚的案件 此外是6216 这个是50多岁的女性 她是案5206的妻子 小姑娘小吃店老板娘家庭群聚的部分是增加3例 那也就是他们家全家都确诊 单单他们家就10个确诊的案例 另外也被列为专案的成功市场摊伤确诊案 牛厂表示 匡列接触者快筛后 目前并没有新增确诊者 国赛市场确诊摊伤 疫调进度 则透过中央CDC及警方协助部分足迹吻合 将继续追查个案感染来源 目前我们透过中央CDC的协助 还有警察单位的协助 我们是有去追查相关的足迹 有部分是吻合的 所以我们也还在进一步去理清跟了解当中 牛厂也公布较具风险的确诊者足迹 包括案5977是新北市教师 在5月15号乘到基隆皇冠大楼逛街 案5981是快乐城小吃店工作人员 另外5月27号基隆新增确诊者中 除了与万华相关接触史外 更有多名确诊者有家族关系 甚至是全家都染疫 牛厂分析家族群聚已经成为新趋势 提醒市民即使回到家 还是要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发现这些案例到今天为止 有新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案例 变成是家庭的群聚 也就是从外部引进来之后 进到家庭里面 然后传染给所有的一个家人 我们已经发现有好几个案例 几乎是全家确诊 有全家十个人的 有全家五个人的 有全家四个人 所以形成了一种刺激传播 牛厂也宣布 基隆筛检站正式上线 目前优先提供已出现疑似症状 而且与公告确诊个案 或万华地区足迹活动时 重叠的基隆市民申请筛检 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主动接受筛检 才能保护家人朋友 也避免自己成为防疫破口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